馬路的士之友 主持,猴子,K-Man 說到車對於很多人的定義來說 有些人會覺得是一個me-time的時間 就是享受一下自己的車內的時光 所以我看到我每天放工回家 我總會在停車場見到很多人 都在自己的車上,沒有出一部車 有些人會覺得是一種生活體驗 或者是一種生活的需要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 車是一個載著我們去旅行的一個工具 或者空間 而我今集繼續有我們車中旁的朋友 而我今集的同居車是誰呢 繼續是Camping Bobo,露營寶寶 和她的BB,樹B Hello,兩位 Hello Hello 樹B到今年四歲了 我記得上星期說過 在她八個月長的時候 就開始帶她到處去 對吧 我們先說一下 其實在你這麼多年 有八個月長到現在四歲 去過車中博這麼多次 有沒有很難忘的事情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難忘的 我想有一次都成名的post 就是 那些人就以為我在車廂裡面 就燒和牛 那些人是很疼愛車的 可能那些人連食物都不准 在車廂裡面BBK 很大的味道 還有那些和牛 那些味道很厲害 牛油味 其實本來不是想這樣做的 但為什麼呢 那次在大帽山 在車尾那裡 就是冷豬 開了大帆燒和牛 可能太香了 但其實有很多野豬 剛巧那時候 就有一個大的野豬 扔著一隻 起碼七八隻豬BB 那樣 就突然衝出來 圍著我們 直接衝出來 對 因為呢 其實大的豬 有些剩下一隻半隻會走的 但是小小豬仔 是沒有剩下的 沒見過世面 就瘋了 唯有整個BBQ爐 就連人看上所有食材 捧在車上 你說到這個位置 感覺上次電影的巧 狼貝我們要問 多一點關於細節位 我董 你航了車尾 我看到你有一張桌子 那張桌子就航出來BBQ 突然之間 那些野豬就一群地來了 當時你第一時間做 是做什麼 先推了女兒上車 先放進車 對 你站著不要動 對 然後呢 我就把所有其他食材 椅子 那些 就收在前面 即是跟車的位置 叫做 然後就連上桌子 和整個爐 一次過就搬了上 我中排的位置 因為我 放下了中排 就可以坐到一樣東西 對 就算整個東西 就直接捧上去 但是呢 因為那些東西還在燒 又不能關上車尾門 後面 其實我本身有個車尾障 對 就關上那個尾障 就好像有個蚊醬 有個蚊醬 對 然後呢 其實你和那些蛛蛛 是一網之隔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個蚊醬 是什麼 透到那些味道 對 所以蛛蛛會聞到那些味道 對 然後那些小豬 就發瘋狂 在外面 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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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然後小豬呢 就在車窗看著 Pepper 這樣 對 整件事是很搞笑的 Pepper 是什麼呢 是小朋友界的偶像 就是一隻粉紅色的珠珠 很多小朋友都喜歡看的 而且小朋友都很喜歡的顏色就是粉紅色 而今天薯B也是穿著粉紅色 和媽媽一樣是母女裝 當時的情況我也是驚險的 因為我也去過大武山那邊拍攝 上次我看到是一堆牛 我不是牛高馬大 但是我作為一個成人來說 我都很害怕 當時作為媽媽要保護女兒 然後有這麼多東西出去外面 要怎麼解決呢 或者那個心態上又是怎樣 那一刻真的是害怕的 因為始終你真的被他洗一口 可能都很多裙子 所以就一定是安放在車裡面 對我來說 有些人說 你出去這樣在車裡面 你覺得安全 其實我覺得這輛車很安全 因為始終是鐵皮 反而你紮營還沒那麼安全 因為薄一點點 鐵皮是令我很安心的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有什麼意外 我覺得第一時間 就是把小朋友推上車 而且我覺得也是很好的體驗 他都知道有危機應該怎樣處理 而且這些時候 我想是去街外地方的一種挑戰 如果我們去到街外地方 都沒什麼特別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好像沒什麼意思在這裡 我想問Bobo 因為剛剛你說到 車尾會把一些食物出來 會不會那次之後 都會改一改那輛車 可能摺碟的方式快一點 椅子比較容易收 有些什麼事走得快一點 是啊 都會的 可能你看到我小朋友 弄了一個好像貴的東西 其實那個爐就放在上面 然後有些什麼 我不需要說 在地上那麼危險 而且一收到一三碼的櫃桶就是 而有些情況 是不可以寒一張桌子出來 那我那裡做了一個面板 那就代替了一張桌子 然後真的要走路的時候 就快很多 放到啊 是的 一三碼的車門就可以走了 是的 但是一手一腳 是否都是Bobo 你去改良這輛車的 是的 全部都是自己上網 再參考一下別人 自己亂的 其實當中都 可能錯了很多次 改良很多次 大家看不到而已 是的 但是我覺得都很開心 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這個學習的進程 也是 而且因為Bobo上集說過 你喜歡挑戰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知道你其實 一直是親手抽著 那還能夠來時間去改良這輛車呢 其實 呃 都是 擠出來的 走出來的 是的 如果你對於 那件事 所以我開心 你也是感恩的 找到一個自己的興趣 你是不眠不休的 你不會覺得辛苦 就是 可能你睡小兩個小時 但是你那兩個小時 就是做一個自己很享受的事情 其實不是一件難壽事 都是的 其實只要你喜歡 那東西就不會 是 也有很多家長常常說 我們會說 你抽著那個小孩這麼累 為什麼你不累的呢 因為你愛那個小朋友 是 你把最好的東西給他 其實你就不會不累的了 剛剛說過 今天 薯B也是其中我們一位 的同居車友朋友 來的 這個時間 我想姐姐要問一下薯B 薯B 跟媽媽去那麼多次旅行 最喜歡哪種動物 我的最喜歡是鴨仔和兔仔 鴨仔和兔仔 這場兔仔是你們去到一個地方 可能是農場那些 我們還是… 是農場 那是一個兔仔主題的農場 但是我想整個車中泊的過程 其實作為 我想媽媽如果跟女兒相處這麼長的時間 一定是很溫馨 也有比較有挑戰的時刻 但是如果要數回這麼多次裡面 最感動的一個時刻 其實不如你會覺得是哪一次呢 有一次其實是下雨的 跟著我呢 是要去其他地方 可能去拿水 那樣 因為我是… 就是… 我之前的意外 是被一些青蛙 你怕青蛙嗎 我很怕青蛙 是的 但是你才知道下雨 有很多青蛙的草地 而且是拋過你的腳板 我試過那種冰冰濕 那種感覺 很恐怖的 那次是下雨 一定要經過草地 然後我很害怕 然後她抱著我 不用怕青蛙而已 我陪著你 那一刻你覺得 我女兒大了 她照顧我 即是安慰我 而且因為你整個旅程 很多時候都是你去安慰你的女兒 現在反過來就懂得說 是的 雖然不知道她會做些什麼 但是她這樣安慰你 那一刻我… 都好 原來我付出是有回報的 真的 她沒有照顧我 還有我想她的信心 或者勇氣大了很多 人總有一些東西 自己是害怕的 對不對 但有你最親的人 其實說一句 那件事就像保護網一樣 保護了你 是的 那如果打水是成功的 是的 是的 還有 有時候你… 就是要怕那個時候 可能有身邊的人在 雖然可能改變不了事實 可能青蛙都會到處跳 但是原來 有時候一個旅程 有個盤 安心很多 舒服很多 這件事 你一這樣說 有點… 很感動 這一下 有時候 我們一說去旅行 或者去旅程 其實我們會很多時候 給那個目的地 去蒙蔽了我們自己 我們有時候沒有想過 其實那個過程才是最重要 那個過程就是 你在一個車廂裡面 你跟那個過 你們相處的時刻是怎樣 而不問我們去到一個景點 打卡又多漂亮 當然拍照也很重要 紀錄那個時刻 但是它不是整道菜的主菜 主菜就是那一份情的相處 留在我們今節 先跟波波和薯B 談了那麼多事 我們看看一頭 待會回來 我們繼續說一說 媽媽帶著小朋友去露營 或者車中堂 有什麼地方要留意呢 我們稍後再談 馬路的士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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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馬鈴筆在這裡 和她的同居車友 為什麼會有個中數呢 因為今天在我眼前 有兩母女 一位就是Camping Bobo 另一位就是她的女兒 薯B Hello 兩位你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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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說了一些 關於車中堂的感動時刻 或者這個旅程的真體 就是一些什麼 我想可能現在很多收音機 旁邊的家長們 其實心動想試 但是又有些鏡 不知道怎麼開始 有沒有什麼提示 可以分享給他們 我想跟一些有小朋友的經驗人士 一起出去 或者聽他們說交流多一點 另外車中堂的設定 盡量都是像家 令到小朋友安心一點 睡覺 可能要拿去平時的安撫巾 或者哄到她睡覺 可能會有故事書 還有我都準備了很多 一些她的小玩具 或者畫寶 那些已經放在車上 有些可能放大鏡 看遠鏡 其實這些對她的探索 都很大幫助之餘 其實她一開始會說 悶的時候 你把這些東西推給她 就差不多了 然後就是畫畫 畫畫 也是一個找飽味 還有你可以和它一起收拾附近的東西 可能說樹葉 不如我們收拾樹葉 回去做畫 收拾松果 當中又可以再教一下 英文字 中文字 還有數字 你數吧 你數吧 你收拾了多少個 你慢慢數吧 是啊 其實你們都挺可愛的 難怪的 在我們休息的時間 我和樹B一直在玩 樹B剛才跟我數數字 她從一數到二數給我聽 我覺得以四數來說都挺厲害的 所以就是靠平時收拾樹葉 數背殼 那些 和大自然玩遊戲 是嗎 而且我都真的比較放走 我都試過 不如看到可能牛屎那些 叫她拿樹枝去刷 正常 家長說不要過去 骯髒、臭 各樣東西 但是我要讓她知道 起碼 不是叫用手碰 但是你知道 那件事是硬一點 還是什麼 這樣去拿樹枝就可以了 還有因為最後 我都相信 作為家長 你會幫她消毒手 其實在一個可行的情況之下 被小朋友探索 我覺得絕對是可以 你也想回想 其實不是很遠 可能我們上幾代的人 其實都是這樣去生活 這樣去成長 都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來到我們 這個年代 大家會覺得好像很害怕 其實很多時候是 家長保護得太多 是啊 我想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放手 你作為一個家長 就算你是不是帶她去車中學 都好 我覺得在日常生活 你多些放手 其實對她成長都很大幫助 我覺得很快會獨立一點 我覺得 嗯 我想快點獨立這一個 是很重要的 或者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 是給太多限制 或者加索自己 就是覺得 小朋友應該要怎樣怎樣 大人應該怎樣怎樣 其實這些標籤 這些加索 我們自己給自己而已 很多時候都是 那包括你自己的人生 因為我感覺上 你也是比較一個 可能自由 不忌 沒有拘束 你是不是負責 始終由以前到現在 生了小朋友 都在過這種人生 你自己 是呀 我自己本身都是 比較獨立一點 還有不是很 就是 所謂的那些標籤 那好像 駕車那樣 很多人都會說 你一個 媽媽 女人駕車 你不害怕的 你不認識老 那怎麼辦 你打算女兒 女兒又危險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太多這些就是 世俗的家鎖 對我來說 駕車是一個 很基本的技能 例如踩單車 或者游泳 對 只是一個技能 不是一些特別厲害的天賦 只不過是 我是用了這些技能 去看我自己的世界 去經歷我的生活 對 那我更加就不會再用 你的框框來框住我 所以有些東西 可能我想做一個商 是方便我車中學的 我不懂 我就上網去學 我便學用電鑽 去用錘子 對 你不懂路 你便看多些Google Map 多看幾次才出發 對 很多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學習 不會說因為你 你說半句話 或者你覺得 女人應該這樣 然後犧牲了我自己的生活 犧牲了我自己的熱愛 沒錯 還有小朋友其實 是一面鏡 很多時候很多家長 帶小朋友去不同的地方玩給我們學習 其實重點就是過程和學習 所以其實一連兩集都說了很多關於 我想車中泊是一個過程 最重要就是裡面體驗到些什麼 還有那份夜情 來到我們兩集的最後一個部分 要問一下Bobo 過去的東西我們聽了一些 如果要跟未來的自己說一句話 Bobo會跟自己說些什麼 我會用這首歌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我中心裡面其中一句 就算今天的你那年紀 活著就無悔地做過你最愛的你 今天你真的只能過一次 一定要精彩 還有你喜歡做的事情就牽著去做 沒錯 人生在地球上就是一個遊樂場 大家希望可以盡可能在這裡的時間 享受多些 我們兩集又跟Bobo和雪姨聊了一些 如果大家想看我們的視像版 大家可以上到88903.com 或者馬路的士的Facebook Fanpage 我也想好 你今天知道嗎 賺到幾多 願放棄自由嗎 快樂要靠成功嗎 努力拼搏求身家 平凡活一種 很公式的笑話 平凡活一種很公式的笑話 夢見巴馬 健康身體變差 你又再加班 將既定路程吧 發誓要發光嗎 往後要 了無謙覺 原諒著青春 可起不可入 容許你發夢嗎 只要想想 夢 並能飛 高如低 得越殺 即使無法多比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憑著你志氣會成大氣 天公不造美 幾經風浪也是你 每天吹乾 為止撐一個家 被壓抑的 習慣 按耐難說出馬 快樂要靠成功嗎 最後獻上天下 靈牌畫公式 該不該珍惜 人總要向上馬 只要想想 夢 地能飛 高如低 得越殺 即使無法多比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憑著你志氣會成大氣 憑著你志氣會成大氣 憑慨真氣 未能放棄 就算今天的你那年紀 活著就無悔地 做過你愛的你 請記得發夢 定能飛 高如低 得越殺之間 無法準備 為止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田路裡旦次再高飛 即使不完美 只需經歷你自己 正思 MALO TIK SITI YAU